要问陆地战场上谁是最难缠的角色 那非轻型坦克莫属 因为装配了轻型火力和装甲的轻坦 敌人是追不上 打不着 还要受到轻坦的持续不断的骚扰 往往会使敌军陷入被动 从而被击败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美军轻坦的根基 HSTVL 正是有了它才有了美军80年代 最科幻的RDF-LT轻型坦克 1972年 美国开始了装甲战斗车辆技术计划 而HSTVL便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探索未来轻型装甲战车的概念 如可用直升机运输 可使用速射大炮来摧毁未来的装甲威胁 以及通过快速爆发的速度来确保生存能力等 1977年7月 AAI公司和太平洋汽车铸造公司都提交了该计划 HSTVL部分的提案 最后在同年12月 AI公司以75毫米火炮采用烈式炮塔设计 由AFCO-LACOMI 650燃气轮机和X300-4A自动变速箱 提供动力的设计方案拿下了该项目 并在1979年完成了车辆建造 车辆的初步测试于1982年完成 而在进行ACVT测试的同时 AI公司有机于HSTVL研制出了RDF-LT轻型坦克 拟装备快速部署部队 该样车于1980年10月完工 HSTVL是一款非常轻便的车辆 长约5.91米 宽2.79米 至车体顶高1.422米 至炮塔顶高1.994米 该车重量为20.45吨 取下用螺栓固定的附加装甲后 为14.5吨 而它的装甲板乘80度角 是因为当时美军认为 这样的角度和HSTVL特殊的装甲相结合后 便能抵挡住苏军T-62坦克发射的115毫米炮弹 与其他战车不同 该车的炮塔内只搭载一名车长 炮手位于炮塔前部的车体内 它的右侧是驾驶员 炮塔内剩下的空间考虑安装自动装弹机和综合火控系统 火控系统由德克萨斯仪表公司制造 在炮塔内有两个瞄准镜 当炮手捕捉目标的同时 车长可搜索新目标 两个瞄准镜头是一起稳定的 与电视波道连接 还可给车长炮手和驾驶员显示相同的影像 车长坐在炮塔左面 上面开有仓口 有八个前望镜进行周视 位于炮塔中心线上的瞄准镜 成为亨特瞄准镜 可独立360度旋转 炮手用的主瞄准镜 称为极乐瞄准镜 装在炮塔右侧 此外还有新研制的CO2激光测距仪 安装在炮塔上 在动力方面 HSTVL采用的APCO 来康命650燃气轮机 能提供高达650匹马力的动力 因为HSTVL仅仅只有20.4吨 所以每吨重量能分配将近32匹的马力 比M1A2的每吨24匹马力还大 这就代表着HSTVL 拥有更强的机动性能 但是过轻的重量 也就代表着更轻薄的装甲 所以别指望它能抗揍 HSTVL车辆每侧有5个双轮 驱顿电轮在后 多轮在前 配合上X3004A自动变速箱 水平道路上的最高时速 能达到83.7公里每小时 而在其基础上 研制的RDF LT坦克 其大小性能相差不多 要说有什么不同的 也就是在测试程序中 对圆形坦克进行了数次修改 如最初战车搭载的 是带有半球形圆形的炮塔 后来换成了倾斜的前面版的新单元 又或是测试了一些新设计 如自动追瞄 要让HSTVL自动追瞄的方式很简单 在宽视界是搜索目标 接着切换到窄视界后 调整自动锁定框 最后按下自动追瞄按钮 射控系统就会判断锁定框内的图像 是否为目标图像 并实施锁定 在锁定后 主炮便会主动指向目标 射控也会带入需要的参数数据 而射手就只需要按下发射按钮即可 理论上讲 辅助瞄准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且可以避免了人为错误的问题 但这种科技手段 最终没能应用到其他美式装甲战车上 如M1坦克 即便升级到M1A2 CD 射控依然只是辅助射手瞄准 究其原因 还是辅助瞄准技术还不够精准 容易判断错误 而要问一脉相承的 HSTVL战车和RDFLT坦克 最特别的部件是啥 那绝对是他们75毫米的 XM274速射炮 HSTVL的主炮 为阿雷斯公司的 XM274是75毫米速射炮 在采用的是裂口式炮塔设计后 拥有极佳的仰角和副角 配合活控系统 它具有速率辅助自动跟踪模式 能打击装甲和空中目标 XM274的发射方式与众不同 采用普通后座循环 或前冲后座循环方式 即能在发射位置发射 也能在一般火炮 不能发射的位置发射 当该炮在后座部分 向附近过程中发射时 耳周拉力会下降到 22.54600左右 这是其在自动装填方面 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它具有点射能力 从而对目标的某一部位 可实现多发击中 增大清澈效果 而安装于车体内的自动装弹机 是从下部供弹 从上抛出空药孔 从而使火炮射速达到70分钟每发 而为了能保持这样的高射速 ARES公司 还为XM274 重新设计了一种嵌入式弹药 全弹长近340毫米 它不仅提高了发射速度 而且缩小了供弹装置和弹舱的提及 总而使弹药和自动装弹机 都能够塞入车体 XM274可发射多种弹药 包括穿甲弹 尾翼稳定脱壳弹 高爆弹 高爆进炸弹 和防空多管弹 APF-SDS是一种贫油敞感弹丸 最初被认为 具有与M1主战坦克上使用的 105毫米M774相当的性能 但后来美军觉得威力不够强 就展开了一项名为 Delta-3的弹药开发计划 其产物就是XM885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外的就是对抗苏联T-62坦克 因为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最早是苏联为其T-62型坦克上的 115毫米花糖炮 所配备的115毫米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而在这之后 由于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相比此前的各类坦克用穿甲弹 有着存速能力强 着把比动能大 穿甲能力强等特点 从成了现代主战坦克的 主力弹种之一 并迎来了较快的发展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在穿甲过程中 其动能以及弹体长度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若是提高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 动能和弹体长度 就能够提高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 穿甲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常见的方法有 改变弹体结构 使用更高密度的弹体材料 加成弹体长度 提高火药能量等 当然可以通过加大糖科炮口径 增加火炮伸管长度 提高火炮糖压 改变火炮样式等方法 来提高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穿甲能力 目前各国最新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穿甲水平 已普遍达到了2公里 700毫米RHA以上的水平 有的甚至达到了900毫米RHA的水平 或许在未来 这个数值甚至能达到1米以上 甚至更高 回到HSTVL上 美军为了与高性能的XM274相匹配 更好地发挥出该炮的性能 HSTVL的整个火控系统 也被美军全面更替为 德州仪器研制的指挥仪式火控系统 该火控系统主要由 激勒炮长主瞄准镜 亨特车长主瞄准镜 西雷昂COR激光测距仪 TISPP9900型16位单片微处理机 炮口校正传感器 横风传感器 以及凯迪拉克盖奇公司研制的 火炮双向稳定和四伏系统 等主要构建构成 其特点就是具有瞄准线独立稳定 速度辅助跟踪 以及自动跟踪目标三种控制方式 这三种控制方式 可以使坦克在行进间 或高度机动的行进间 瞄准射击固定目标 或高度机动的运动目标 拦截目标的时间 至少比由操作手跟踪目标 快了5到10倍 尽管HSTVL和其继承者RDFLT 从未服役量产 也因采用了大量先进技术 导致可靠性不佳 且成本高昂 最终下马 但作为一个20.4吨重的武器试验平台 他们不仅测试了通过C141B 和C130运输的可能性 还测试了防御系统的功能 HSTVL和HIMIAJ的数据相结合 也为后续的车型提供了技术基础 如后来者M8AGS 1992年6月 美国陆军选中了FMC公司的CCVL方案 改称为XM8不符得轻型装甲火炮系统 原计划是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到1996年10月前生产6辆样车 第二阶段开始小批量生产 交付26辆坦克 拟装备第82空调师 第73装甲团第三营 第三阶段从1997年到2000年 共生产221辆坦克 拟装备当时的第7 25步兵师等10个轻装备师 以及海军陆战队 但是由于美国军事战略 在海湾战争后大幅调整 军匪锐减 整个研制计划进程缓慢 最终只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 在研制生产了6辆样车后 被美国陆军中置 到新世纪后 美国反恐战争打得火热 M8装备计划最终被国会叫停 转向追求装甲部队的轻轻化 这一时期 斯特赖克旅成为了宠儿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先进单兵便携式 反坦克武器的扩散 这些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的防御力 几乎不堪一击 在这一背景下 美军提出了机动防护火力计划 目的是为美国陆军提供一款 能跟随中型甚至轻型部队 远程机动的轻型坦克 并要求新型轻型坦克重量 不得超过40吨 需要保证一架C17运输机 一次可运载两辆 为此多家地面装备防务商 提交了自己的方案 2018年 BAE系统公司和通用动力 地面系统公司的方案 进入了原型车试制和测试阶段 BAE系统公司 2015年推出的 轻型远程坦克系统 是参与MPF项目的基础 但它的本质 还是M8轻型装甲火炮系统 BAE系统宣称 自己的方案 能够保证C17运输机 一次可搭载三辆该型坦克 并拥有无与伦比的空降本领 因为M8本质是一种空降坦克 而通用动力 则是在2016年 推出的191型轻型坦克概念车技术上 将阿甲克斯重型步兵战车底盘 和M1A2主战坦克的 炮塔火控系统有机融合 研制出具有较好火力 机动力和防护性能的 192轻型坦克 由此可见 技术经验的累积是宝贵的 若是没有HSTVL 遗留下来的经验技术 美军的轻坦恐怕要落后十年 好了 关于HSTVL实验车 关于美军轻坦的发展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按讨